那时候有一个经师前来问耶稣说 哪一条诫命是第一条呢 耶稣回答说 第一条是以色列听着 我们的天主上主是唯一的天主 你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 爱你的天主上主 第二条是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大的了 那经师对耶稣说 不错 老师说得很对 天主是唯一的 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 我们该以全心全意全力爱他 并且要爱人如己 这要比一切全凡之计和牺牲好得多 耶稣将他回答的明智 便对他说 你离天主的果不远了 从此以后 没有人敢再质问他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大名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在福音中 耶稣给我们讲 耶稣给我们讲最大的诫命 爱天主 在一切之上 爱人如己 这两条都在旧约的法律中明明的写着 当耶稣被经事问的时候 其实经事都知道 专门研究圣经的 有一点明智顾问 有时他们是为了给耶稣射圈套 有时可能出于善意 看这位老师与众不同 看他有什么高明的与众不同的答复 结果耶稣 他的回答 让我们惊讶 惊讶的是 他把这两条放在了一起 平常谁也知道 第一条是爱天主 随后耶稣说 这两条是最大的 把第二条爱人的 跟爱天主提到了同等的位置 我们先说爱天主 你要全心全灵 全意全力 爱天主上主 你们听了怎么样 会不会觉得天主自私 他坐在那叫我们爱他 这是给我们的诫命 你们要爱我 因为我造了你们 我照顾着你们 如果这样理解 天主是自私的 有一点像父母 把孩子养大了 说现在轮到你孝顺我了 其实天主 为什么要我们爱他超过别的 换句话说 在心里 不要有任何其他的 像神一样 让你静着 什么是神 任何东西超过了天主 他就成了神 是你造的神 你心里的偶像 天主不要我们这样 只有一个原因 他让我们幸福 当我们爱别的时候 我们会很累 因为我们会上当 我们花那么多精力时间 爱人 爱人 爱钱 到最后这些都会 靠不住的 你最爱的人 有一天可能会背叛你 你最爱的人 有一天想不到会出卖你 他会伤你 只有天主在任何时候 他在我们旁边 理解我们 懂我们 即使我们改变 他都不改变 他的爱不离不弃 他是忠信到底的 在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样东西 能够跟天主相比 所以天主说 你们不要爱别的超过我 那时候你们会很累 你看天主说 我是上主的天主 你要听我的声音 这是今天打唱咏 我要使你们的肩膀 摆脱重担 使你们的双手 放下筐蓝 让你们自由轻松 我要解救你们 你们中间 不要有别的神 有时圣经上 天主说 我嫉妒 你们敬别的神 让我很生气 实际上是用人的语言 在表达 天主凭什么嫉妒 因为没有第二个 跟他相比 他不会嫉妒 我们嫉妒 我们嫉妒是因为发现别人比我好 有谁能比天主好 别的都是假的 在天主面前就像脚下的尘土 一粒沙子 有什么可嫉妒的 那天主为什么说我会嫉妒 他心里很难过 因为他看到 当我们敬拜别的神的时候 我们很累 我们很痛哭 我们被骗 所以他就难受 因为他爱我们 我是上主你们的天主 是我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 但愿我的百姓 可以听从我的命令 直到现在我在讲 为什么天主要我们爱他 只让他进到我们心里 做我们心中的唯一 他会让我们自由解放 他会做我们最知心的朋友 我们可以唯一在他身边 在他怀里 总是靠得住的那位 没有什么别的 让我们可靠 那么可靠 今天晚上我们要朝拜圣题 响应教宗的号召 二十四个小时 我希望每个人 能够在今天 跟全世界各地的人一起 朝拜耶稣 默默地打开你的心 欢迎他做你的救主 因为只有他可以救我们 平常 在我们心里 在我们心里有很多 像天主 像神一样 让我们把全部的信心 时间 画在他身上 结果到头来 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要不天主说 你要全心全灵 全意全力 整个的要为我 听我的话 让我们信赖他 依靠他 所以今天的读经一 欧塞亚先知 代表天主这样说 以色列人呢 回来吧 归向上主天主吧 短短的几段 多次重复这个字 你们回来吧 你们在哪 我们在 现在在教堂 一会儿弥撒之后回家 没有走多远 你们回来吧 回到哪 回到天主那里 你先看看你在哪 你在哪呢 你说我没有去哪里 天主要我们全心爱他 完全进入我们心中 其实 你真的全心爱他吗 天主在你心里 是那么重要吗 你说我不知道 我觉得也差不多吧 每个主日 我进堂 每天也花点时间念经 我给你们一个检验标准 看天主在你心里 是不是重要 一件事情 或者一个人 对你重要的时候 你会心心念念地想他 不知不觉地就想他 稍微一空闲 马上就是他 是不是这样 在他身上花的时间最多 或者一件工作 一件事 你喜爱的一个东西 或者一个人 一没事了 只要有时间 就跟他聊天 就愿意到他身边 或者就做这件事 这是你喜爱的工作 你在他身上 在这件事上花的时间越多 说明他在你心里 越重要 你的爱都在这里 对吗 那么你可以问自己 我每天 在天主身上 花多少时间 怎么算在天主身上 花时间 比如说祈祷 我花多少时间祈祷 当然我说的祈祷 不一定每次都到圣体跟前来 或者归下来 在圣像跟前 你有多少次 有多长时间 想到天主 他会在你心里 因为你爱他 不知不觉 就想到他了 依靠他 祈求他 感谢他 有多少次 一百次的举手 哪怕一秒钟也行 有吗 那个人在梳头发 不是举手 我看着手一举 放在头上了 没动 五十四的有吗 想到天主的 有人参加学习班 老师留个作业 说你每天 念耶稣我爱你 念一千次 为什么留这样的作业 让他养成一个习惯 常常想到天主 你在地里干着活 坐着车 开着车 走着路 吃着饭 看上去不说话 该做什么 做什么 但是心里在说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依靠你 耶稣请帮助我 慢慢地让我们锻炼这个习惯 想到天主 跟他在一起 慢慢地让天主 进入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在一起 让我们爱他 所以花的时间多 慢慢地就会爱了 花多少时间听道理 我们花多少时间 跟别人聊天 玩游戏 上网 看看天主 在我们心里 有多重要 要不耶稣说 你要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爱他 我们每天都念这句话 只有天主能解放我们 让我们自由 弟兄姐妹们 今天晚上 明天 我们朝拜圣题的时候 特别为自己 为家庭 为唐驱 祈求天主 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 他来了 驱逐一切的偶像 让那些假神都走 就留下他 朝拜他 你越花时间 你会慢慢发现 你跟他的关系 越近 越来越爱他 当我们爱他的时候 才会去爱别人 为什么耶稣 我把这两条放在一起 没有分开 如果我们没有对天主的爱 我们不会真正的 持久的去爱别人 好吧 让我们怀着这样的渴望 怀着真诚的朝拜 来度过这一天 跟全世界的教会一起 欢迎这位救主 进入我们心中 进入我们的唐区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